在第四章,耶利米向以色列百姓呼吁,神的心意就是要南北国回转归向他。 悔改的方法就是要抛弃神眼中看为可赠的偶像,并且凭着诚实与公义来顺服神。 为此,耶利米用开垦荒地,不要撒肿在荆棘来比喻,呼吁百姓,不要心存刚硬,反倒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去聆听神的话。 神透过先知耶利米警告百姓,不要只是在肉体上行割礼,不要只是在行事上去圣殿祭拜,神嘱咐他们要除掉这些假冒伪善和腐败。 如果他们继续如此,将会有一阵热风从远处吹来,而且这风极具破坏性将会带来毁灭,从而审判他们拜偶像的罪。 而这风就是神要用列国迅速和强大的侵略来审判犹大。 所以先知耶利米说,耶路桑啊,你当洗去心中的恶,使你可以得救。 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? 而先知,用一切的意象来描绘以色列将会受审的近况。 但是在最后我们发现,以色列民并没有被神毁灭尽禁,因为神的审判不是为了灭绝,而是为了让以色列民可以警醒,回转,被神更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